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1年2月11日 星期四 今天是年30晚 跟大家預祝新年快樂 接下來牛年祝大家新年進步 身體健康 我們繼續秉承 本台一貫的作風年中無憂 基本上除了病假就沒有假期 所以這個大年初一 大年初二 大年初三 本台正常營業 照常運作 去拜年也不要忘記 記得看節目 這一節就要跟大家說一件事 又不是算是一個好消息 但是說不可以 中國大陸的孔子學院竟然就是 就是 無端端滿血復活 事源當然是來自美國 拜登政府 我們這一節也要小心 題目盡量 比較保守一些字眼 免得刺激到YouTube 跟大家說這個壞消息 孔子學院滿血復活 跟大家說這件事之前 大家記得支持 二部曲啦 這是另一個Selling Point 再說一次 記得訂閱我們的Patreon 年初一 年初二 年初三 都會繼續運作 的網台 也受到YouTube的打壓 就是因為現在說的這些話題 受到 他的無端端攻擊 希望大家真的支持我們 五美金 的最低門檻 每月可以訂閱Patreon 這個就是 支持黃金一部曲 二部曲就是之前的五部曲 繼續按LIKE 建設性留言 痛擊五毛 Facebook Twitter 還有社交媒體分享我們的節目 將節目推介給朋友 記得 有空沒事做 看廣告 去拜年 看廣告 繼續有他在播 無限loop 看到藍絲廣告 記得按多幾下 還有第三項 就是訂閱我們的後備頻道 星期二日報 連結已經將貼在這裏 節目的資料裏面 大家按進去就可以找到了 剛才上一節 台務呼籲 這裡再說一次 因為怕朋友聽不到 就是我們希望 招聘多一個做徒手 幫忙一下 現在的做徒手 就是partime形式的 希望做徒精美 有興趣 做這個partime的朋友就可以聯絡我們 要跟大家說回這個新聞內容 為甚麼這個無端端 孔子學院 中共忽然之間滿血復活 連黃丹也激到嘔血 黃丹 就是出了Twitter 竟然連孔子學院 都滿血復活了 真是無言以對 我們的努力也白費了 為甚麼我們的努力會白費了呢 就是以往這個 是 特朗普 做的一個政策 來的嘛 現在就被人推翻了 黃丹也忍不住罵人 問你們那群反共又反川的人 反川當然是反特朗普 到底你對這件事 是不是還要保持沉默呢 你保持沉默 就證明你只是反侵 就不反共 我們也不是第一天說的 有一群人撲出來 反侵 然後又支持拜登 又不敢說 拜登也反共 孔子學院又復活了 HP全滿 黃丹激到嘔血 就像打機打大佬 打到99000多能源 打到只剩下 十幾 快要贏了那一刻 他現在跟你出撤 一下能源加滿了 你豈不是著火了 正常人就會跟你說這支機器你打過去 我就不打了 但是我們這個世界 香港人 很多 抗爭者 爭取民主自由的人 這支機器就沒得不打的 被迫著打 本來就快要打贏了 結果能源又加滿了 誰幫他加能源呢 又不用說了 誰取消 限制孔子學院政策呢 請問 又是阿租 還有誰呢 我們先講一下報導內容 然後才會 再少了 根據大紀元報導 前總統特朗普頒布的一項政策 就是要求美國的學校 必須要披露他們孔子學院 的合作情況 換句話說 如果你的學校原來就跟 中共的孔子學院就有合作 那就要申請你申報 可能你就會受到限制 包括制裁 那麼 1月26日美國總統拜登就職了之後 竟然 靜悄悄把這項政策 這個阻止中共滲透美國的政策 就是靜悄悄取消了 特朗普其實在離任之前 頒布過一項政策 一項法令強制 要美國的所有中小學 高等教育學府 全面披露他們跟中共控制的孔子學院 的合同和他們的所有交易 的詳情也要申報 根據這個政策 如果學校 就是 未能夠如實品報這個信息 這個 就是會失去了交流訪問項目 以及學生的相關認證 換句話說 如果你學校 偷偷地跟孔子學院有桌底交易 而你不申報 未來美國政府就可以 將你的交流訪問項目 以及學生 認證資格就是不承認 原來這項政策 根據美國的新聞 網站 校園改革campus reform的報導 原來阿祖拜登 原來在他就職之後的一個星期就已經 靜悄悄把這個政策 這個法令已經 取消了 根據報導的內容指出 翻查 Office of Information and Regulatory Affairs 資訊及監管事務辦公室的記錄 原來拜登在1月26日已經將這項政策 完全取消了 美國移民和海關執法局的發言人 亦通過 電郵向記者證實了這項政策 現在已經經已被取消 一個打大佬的政策 將他封鎖 封印 現在 忽然之間有人幫他解鎖加能源 現在能源就加到100%滿了 坦白說 大陸就沒有100%加滿血 孔子學院就隨時100%加滿血 孔子學院就沒有完全等於中共 但是 這個很明顯就是一個很強烈的indicator 預示了給你聽 這個 拜登上任之後 到底中共 各方面中共的怪物 能源會加多少呢 可以預示給你看 每一隻怪物 現在就開始跟你進行HP回復 我們看著特朗普 一路打中美貿易戰 一路 將中共的經濟捏到就快 爆煲 就快擊倒大佬 能源打到沒有了 是看著這件事發生的 是沒有棋可以再走 連小粉紅 藍絲 愛國五毛已經發瘋了 覺得面對著美國來自美國排山倒海的攻勢 大陸就是沒有能力作出任何的反制 所以最瘋的環球時報 那些社論 還有一大堆五毛教授 已經出來 合平華盛頓 如果不能夠合平華盛頓 最低限度就要把東風導彈射到太平洋 讓美國西岸造成海嘯 這是大陸 那些五毛 在打不贏美國 的時候說出來的說話 很明顯已經看到 他們已經陷入絕境了 謝謝你 阿周 幫他們鬆綁 即時加滿血 看看報導 在上年8月 國務卿 當時 蓬佩奧宣佈 孔子學院在美國中心 是外國史團 需要 確保美國學生在沒有中共操縱的大前提之下 才能夠學習 假如不是 基本上就是會被他 在背後做滲透 眾議院外交事務委員會 Foreign Affairs Committee的首席共和黨議員 Michael Macau 說 拜登政府 完全沒有徵求國會的情況下 竟然偷偷地 將這個 事項撤回了 這個令人 質疑到底 是一個甚麼行動 信息 到底 拜登還會有多少 容許中共 的惡行 的命令偷偷地會進行 這件事最簡單的問題就是 學術機構原來跟中共有桌底交易 現在也變成不需要申報 換句話說 這個就是 門戶大開 繼續被中共在背後入侵 共和黨參議員Michael Robio 也發推文 美國聯邦調查局警告過曾經 中共利用孔子學院滲透美國的學校 但是現在拜登政府竟然將特朗普所設的規則 無端端 靜悄悄地推翻 這件事就很明顯 使得 背後跟中共 有桌底交易的人 不需要負上責任 也不需要披露 變相就是在公開自己的國家 就是被中共入侵 而 全美國的人其實都很清楚 大陸其實是不斷在入侵 包括 這個 民主黨政府 難怪黃丹看到這個新聞 亮燈 立即都忍不住要罵 大家都覺得 無言以對 本來就差點把 所有中共這些間諜 驅逐出 這個美國 原來就是 藉著選舉 一下就翻盤 拜登現在要做些甚麼 我想大家都 沒甚麼疑問 這一節是一個令人不安的消息 非常之氣憤 但是 再說一次 大哥忽然間加滿能源 本來打了吐血 現在加滿了 你也是要繼續面對 加滿了能源 大哥再打一個 不過問題是 他不止加滿能源可以加滿多少次 每一次可能你再打多 一半能源又加能源 這個沒辦法 大家只能夠 硬著頭皮 頂硬上 這節跟大家說到這裡 拜拜